网络攻击事件日益猖獗 本地科技公司推出一款固态硬盘 能探测黑客活动 保护里头储存的资料 业者目前正同政府机构和业界客户 试验这款储存设备 并计划最早在明年推出市场 这款硬盘通过预防网络攻击和实体攻击 双重防线提高盗取数据的难度 硬盘利用人工智能探测异常活动 如病毒攻击 勒索软件 恶意软件等网络威胁 一旦发现到有人试图盗取数据 硬盘将马上阻断盗窃行动 而如果电脑被偷窃 硬盘也能探测到 针对这台电脑的异常行为 并通知用户和封锁设备 目前我们已经跟多个不同领域的客户在接洽 例如军用 医疗等 目前我们先专注在B2B的市场 依据明年推出到消费类的市场 主管智慧国际化的部长维文医生表示 目前黑客使用的科技已大大提升 防护科技也必须与时并进 维文也说企业可以和研究机构以及大学分享合作大数据 加强本地人工智能的发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